阿拉斯加犬被狗主人疯狂的追打 他究竟犯了什么错 会让狗主人愤怒的拿起木棍疯狂的追打他 好在这时候有好心的路人救下了这只阿拉斯加犬 随后被紧急送入宠物医院 宠物医生说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这只狗的头骨已经被彻底打碎了 随时都有可能死亡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他的生命力竟然如此顽强 最后竟然挺了过来 恢复了健康 本以为就这样大团圆结局了 但是更大的悲剧即将来临 原来这只狗恢复健康之后 被送到了流浪犬救助中心 但是救助中心条件有限 只要超过30天没有人领养的狗 就会被安乐死 很不幸的是 这只阿拉斯加犬经过30天时间 还是没有人领养它 就在它即将被安乐死的那个早上 一张图片在网上广为流传 图片中 这只阿拉斯加犬 叼起了狗粮盆 让其他的小狗 能够顺利的吃到狗粮 就是这张图片感动了无数网友 在阿拉斯加犬即将被安乐死的前两个小时 被好心人领养了 从此过上了非常幸福的生活 在这里为所有的好心人点赞